南東縣政府在分配到莫德納疫苗後 積極規劃相關施打流程 日前魚子衛生所就在魚子國小進行疫苗施打 現場不斷落實防疫工作 施打流程也非常順暢 今天的施打的對象是74到85歲的年齡層 那早上預計我們的目標族群是396位 那目前到10點左右的施打狀況 是大概來到了83位左右這樣子 那我們也鼓勵就是說有看到這個訊息 那還沒有施打的話 也是盡量鼓勵我們家裡面的長輩 儘快到我們約定的那個時間跟地點 這邊來做施打 護理長也指出現場施打完疫苗 會請長輩休息15分鐘後再離開 而疫苗施打有相關的副作用 如果身體有不舒服的也可以來衛生所 常見的副作用的話 還是就是局部的肌肉會有點痠痛 那有些長輩可能會有一些發燒的狀況 那其實這些狀況其實跟一般的副作用都是 一般疫苗的副作用都差不多 那我們還是提醒我們長輩 那回到家之後呢還是一樣記得要多喝水 那多休息不要做劇烈的運動 那施打完之後我們注射的部位不要去揉它 那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話呢 就是要隨時要就醫 那也隨時歡迎就是有任何的狀況或者是問題的話 也可以洽詢衛生所 現議員王休暑也到場關心疫苗施打的情況 王議員感謝醫護人員的用心 也希望民眾在接護通知後 能夠依照通知單上面的時間以及地點 準時來進行疫苗的接種 今天莫德納疫苗施打 今天是從74歲到85歲的這個稅數來施打 那今天施打的莫德納的疫苗 也人數非常的踴躍 也歡迎我們的鄉親如果有接收到我們的通知單 一定要趕快來前往我們注射站 來這邊來施打 有打疫苗就會有多一層的保護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希望我們來施打疫苗的時候 一定要口罩要戴好 我們的防疫措施一定要做好 讓我們的防疫大家一起動起來 能夠趕快把我們這個疫情把它控制下來 希望藉由疫苗的施打不但能夠提供一定的保護力 黃秋淑議員呼籲接到通知的民眾 能夠準時前往相關地點來進行疫苗的施打 記者邱平易與直采訪報導 邱平易與直采訪報導 致相信 致遠方的也幫助我 畢端